跟大家分享了两年关于诗篇的教导 现在就转到罗马书了,新的一年 为何罗马书一方面上次讲旧约,诗篇是旧约,平衡今次讲新约 除了这点之外,其实在内容上也是一个挺好的平衡 因为诗篇是讲一个神的仪女的心境 希望藉着过去两年跟大家分享诗篇 让大家明白到其实诗篇是坦白的一本讨告的经文 无论你的心情是开心或者伤心,愤怒或者很有抱负 什么的心境都好,其实诗篇里面都有一些的讨告 是反映着你们的心境 所以虽然我们暂时告别诗篇 不知道在我人生的路上再有没有机会回来 再讲诗篇系列 不过希望你都继续去尋缩诗篇里面 如何在你不同的心境里面 其实都有一首诗,总有一首诗篇是好像圣灵一样 为你去代讨,诗篇也是为你在祷告 诗篇如果是强调主观体会的一个表达 罗马书强调客观的福音 到底神为我们做了什么 不是我自己的体会 虽然那部分都重要 但是罗马书强调的就是神做了什么 我觉得两变都很重要 如果你只是头脑上知道神做了什么 但是你心境上找不到一个声音 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认同你的声音 那个圣经或者神的道理可能都是离你很远 都未能够真的转化你的生命 但是同样地如果我们对信仰的了解 只是基于一些很主观的感受 对了我就是这样经历神的 也是很危险的 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有限 我们对神的了解 就会受我们一些主观的经验去限制 将神就矮小了 矮化了他也有可能 所以客观的道理 主观的领受 两方面都重要 都是要平衡的 讲了很多诗篇 因此以后就会讲一下罗马书 大概到我讲完罗马书的话 应该也是两年之后 慢慢去听听 好 今天就是罗马书的第一次 介绍一下 我们就读一章一到十七节 我们读完它 预备 耶稣基督的伯仁保罗 奉照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神从前直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轮到他儿子 我子耶稣基督 按欲体说是从大为后裔身的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泪復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受了恩惠 并使徒的执行 在万国之中 叫人为他的命 信服真道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照 属耶稣基督的人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 奉照作圣徒的众人 愿因为平安 从我们的父神 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 第一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 感谢我的神 因你 尊得天下 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 用心灵所侍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 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 常常恳求 或者照着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 要把这属灵的恩赐 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固 这样我在你们中间 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德安慰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意 往你们那里去 要和你们中间 不设我指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 一样 指示到如今 仍有阻隔 无论是欺利利人 霸爱人 聪明人 愚绝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 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此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欺利利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者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 义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恩信得生 好 我们开始再做个祷告 父神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从心底里面相信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愿我们在什么场景 在人生的阶段里面 我们也有这份勇气去宣扬这份福音 因为你的福音是无比的荣耀 像今天一段听到的时间交托 祷告奉耶稣基督明 好 首先 今天第一次讲罗马书 介绍一下罗马书这卷书 首先罗马书就是新约十三卷书卷的第一卷 为什么第一卷 我们不知道哪个排新约的次序 不过大概都是教会一个共识 圣灵带领之下一个共识 就是将罗马书等在书卷的第一位 一方面是反映它的长度 明显保罗书信 以教会的了解 最长的罗马书 葛林多前后书等在前面 最短的提多书 匪利门书等到最后 一方面是长与短的分别 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了 早期教会很意识到罗马书是一卷很重要的书 最全面地解释了福音的一卷书 的确保罗的书信 或者基本上所有的书信 都是新约的所有书信 基本上都是一些所谓 英文叫occasional writing 就是因为某些事情发生而写的书信 他们基本上都不是一些 特意写来写一本著作 介绍耶稣福音 不是这样的一个 要想着印出来 卖出来给人的一本书 基本上都是写给一些真实的人 回应某一个处境 所以作者写了这封信 还有罗马书就是一个特别 他真是很全面去介绍福音 他不是特意回答罗马人某一些问题 而是保罗在这里 是他自己向一些人介绍他所传的福音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都有原因 所以罗马书基本上 一到八章就是说这个所谓福音的内容 然后九到十一章就是说这个救恩的历史 因为福音是关乎这个人类的历史 那就是说这个福音 如何在人类历史上演进 然后十二到十四章就是 既然我们都接受了福音 那我们怎样生活呢 十五十六章就是一些所谓书母 就是说一下我想做什么 你好啊我好啊大家都好啊 那些这样的说话 十五十六章 那我们就这里讲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结构 那这个一章一到十七节 其实是整卷罗马书的一个引言 那都介绍了罗马书做什么了 那我们首先看看保罗为何要写这卷书信呢 那就由这里开始了 第一到第七节基本上是文案 我们会回去这个文案 第八节就开始讲了 第一我教着耶稣基督 这个翻译有少少奇怪的 因为你看到有第一就没有第二 那为什么第一呢 如果英文很多翻译就是first of all 其实意思就是首先 我未入正题之前首先赚一下你 意思是这样 首先我要赚一下你 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伴众人的感谢我的神 因你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那这些呢 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 其实就是因为保罗不认识罗马教会的 保罗写的书信有些教会是保罗创立的 比如哥林多教会 比如加拉泰教会 所以对于这些保罗自己创立的教会 保罗就罵到他飞起的 你知道好像父母罵子女 很不留情的 你看看哥林多加拉泰也是很不留情的 但是他不认识罗马教会 那当然是客客气气的 所以比如一阵请客席的港员 请外来嘉宾第一次跟大家说到 他可能都会说一句 很荣幸能够来到第一阵讯会港道 其实他是不是觉得很荣幸呢 这个都没有问那么多了 是这样说话的了 第一次当然很荣幸的了 冯穆斯说话就会坦白一点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普罗就说你的信德 信德的意思就是你的德行 你的好行为 全遍了天下 那是不是罗马教会真的那么好 就无谓问了 好好先说两句客套话 跟着就说我为什么要写信给你呢 记住普罗不认识这间教会 所以他也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无缘无故 就是普罗要写封信给你呢 他就解释了 就说其实呢 第九节那里就说 其实我整天都想你的 我不是今天写信才想你的 就是经常都想到你为你们祷告的 祷告什么呢 就是希望去到你那里 第十节 如果按照神的旨意 能够去你那里 为什么他想去罗马教会呢 其实这里又未很清楚解释的 其实去到十五章才很清楚解释的理由 这些叫先礼后兵 首先就说些客套一点的说话 这里的客套说话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很想去你那里 为什么想来你那里 十一节 因为我想给一些熟灵的恩赐你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有个人冯牧斯也不懂的 忽然间写信给冯牧斯 我很想来一阵港道 那就要解释一下 无缘无故 为什么自动请英来一阵港道 然后说 因为我很想祝福一下一阵教会 冯牧斯也看下去 一开始就说 我很想来一阵港道 为什么 因为一阵港元费够高 冯牧斯就不想看下去 所以首先就说 我很想来祝福一下你教会 不过说完第十一节之后 保罗都觉得好像很招职我 我保罗来祝福你 所以第十二节他就退半步了 这样我在你们门中间 逼项上的《语 Tails 》 所以当我们обытиz 的信心就可以得安慰 所以不是保罗单方面的祝福 我只是 않았福 帝ci祝福 其实这都是北面说 为何他想去医合作 这里第十三节开始讲少少少所谓道辱少少的实质的理由 帝兄们我不愿意你不太知道 我屡次去你那里 因为就是三节解释理由 第四节十五节开始讲一些道辱的原因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传福音 无论是希里利人化外人 这个和合本的化外人就怪一些的翻译 你中文词为什么叫化外人 其实也不太知道 其实化外人就有些英文的译本 你就知道译做bibarians 如果直接的翻译就是野蛮人 希里利人 野蛮人 不过和合本的作者大概觉得 就是野蛮人 野蛮的翻译 就译了这个不知道什么叫化外人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当时 它是写给了罗马的教会 当时西方的社会 罗马和希里利人 代表有文化的人 那些所谓的化外人 就是指住在罗马帝国以外的人 其实今天的德国佬 法国佬的祖先 英国佬的祖先 全部都是bibarians 都是化外人 所以保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无论是有文化的人 或者是所谓的 就是没有文化的人 聪明的人 愚拙的人 我都欠他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力量福音 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其实他没有再清楚 进一步解释 他讲到这里就是 为什么要来你那里 因为传福音 保罗在这里没有再讲下去 就是他十五章那里 就会讲得清楚 就是讲完福音之后他就解释清楚 原来他想停在罗马 就是希望罗马的教会支持他 这个是中途站 他最终就是希望去到 今天叫做西班牙这个地方 就是当时Hispania 就是罗马的一个省份 对当时后的人来说 西班牙就是世界的没了 你知道西班牙 如果你知道地理 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东面 罗马就是中间 西班牙就是西面 西班牙再向西走就是大西洋 所以对保罗来说 他就把福音传到西班牙 就是等同一张福音传到西班牙 就是地极的了 他就希望去西班牙传教 去西班牙传教 去西班牙传教 要有人支持他才可以 所以他希望去到罗马教会 祝福一下罗马教会之后 罗马教会又给他一些资源 让他有办法走到西班牙那里 换句话来说 这个其实是宣教士写的一封推荐信 就是在推荐他自己 就是保罗在推荐他自己 我想去西班牙宣教 你支持我 这个就是他很实募的原因 不过呢 写封推荐信都要立刻写的 那怎么推荐自己呢 你记住有些东西 第一就是当年没有宣教组织的 没有OMF 没有什么猜会 什么都没有 所以保罗也是宣教士 也是猜派的人 他自己猜派自己 透过自己的宣教会 然后自己做了宣教士 什么都是他的 所以他怎样能够让罗马的人相信他呢 第二就是除了没有猜会 就是没有神学院的 就是当年 所以你怎知道那个人 是不是真是正的呢 就是说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 就是现在一阵要聘一个传道人 那样 跟着有些人寄一些resume 你知道未见人就先寄信 寄访李力尼这样 寄访李力尼 寄访李力尼 陈大佑是终臣见到浸会神学院毕业的 那冯木斯就看看 应该都宅极有限的 不得那些神学院不得到业 如果不是这个陈大佑 寄翁迅尼说 他是在一间叫做伟大神学院毕业的 那死了 冯木斯说都没有人听过这间伟大神学院 那是什么野鸡神学院来的 那冯木斯可能就说 这个人都是奇怪了一些 不如找另一个 那我们就有些神学院 有些所谓正规训练 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 那保罗说没有这个字眼的 保罗时期 那所以为何罗马教会要支持他呢 我相信保罗不是唯一一个 希望罗马教会支持的人 那为何要支持他呢 所以保罗就要把福音跟罗马人解释 这个就是我所传的福音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传的福音很正呢 很正的时候支持我啦 所以是有一些很实际的原因 令到保罗在罗马书最全面的解释了 到底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的福音 那这个也是背景来的 那我们开始去看他传的什么福音 这段就未很详细解释他传的福音是什么 18次开始一路打下去都解释了 不过今天首先看看 就是看到保罗对他自己的身份的了解 其实这段经文 好了 那我就回到第一节 第一节那里这么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 仕途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神从前所直送 这一路看下去到第七节 OK 在中文里面 就由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好几句句子的 比如第一节完了就已经有个句号 似乎第一节就是一句句子完了 中文译本 不过如果你看看希臘元文 其实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句句子 一句句子的意思就是一个主动词 就是说一个行动而已 其实一到七节的句子本来的结构是什么呢 就是揭开迷宗了 没时间给你去估计一下 可能你未必猜到的 其实第一到第七节的主动词就是 就是愿你们平安 基本上保罗由第一节到第七节 如果最简化这句句子就是 保罗 我保罗 愿你罗马人平安 那就不太多了 那罗马人是什么呢 就是第六节解释 罗马人就是被识为圣徒 罗马人就解释 不过他主要解释就是保罗 解释了很多东西 我保罗愿罗马人平安 但是保罗是谁 保罗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做什么呢 就是做使徒的工作 这个使徒做什么呢 就是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福音是关于什么东西 就是关于众先知都应许过耶稣 耶稣是谁 耶稣按照肉体说 就是大胃的后裔 按照圣灵说 就是从死里复活大能的儿子 这个传福音有什么结果 就是使各国都信服真道 基本上就是一层一层去解释 使徒做什么传福音 福音是什么关于耶稣的 耶稣是传了之后有什么结果 就是你明白了 一层一层解释 所以为什么我保罗愿你门平安 变成了一句七节的经文 我们今天就不会弃了它这么多层 不会洋葱撕得到底 就撕了头那两层 第一节那里 我保罗愿你平安 保罗是谁 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伯仁 这个伯仁这个字也很有意思 伯仁这个字 而希腊愚文就是Duro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去 香港的海运大厦 以前有个福音船来香港 时不时几年来一次 那只船就是Duros 不过现在好像应该是退休了 应该变了废铁了 那只船 无论如何 Duros这个字 这里译了做牧人 但是在希腊文 愚文这个字 也可以译作陆帝 你看过那些什么 古罗马的电影 Spartacus 我喜欢看电影 有机会看Spartacus 挺好看的 有一个电影 比如看古罗马的电影 那些被人打到皮开肉裂的奴隶 又是这个字 那些人就是Duros 就是一个奴隶 所以耶稣 保罗就说 他是谁 我保罗跟你问 但我是谁 我不过是耶稣基督的奴隶 我不是高高在上的人 我是一个奴隶 不过是谁奴隶 就是耶稣的奴隶 一方面是一个很谦卑的称位 另一方面 又是一个很崇高的称位 如果看回旧约 Duros就是希腊文的字 但Duros这个字 翻译旧约 旧约当然没有耶稣 但旧约有耶和华 在旧约里面 什么时候出现呢 谁是耶和华的博人呢 旧约里面 第一个被称呼为耶和华的博人 就是摩西 摩西 什么时候被称呼为耶和华的博人 他死了之后 耶和华的博人 摩西撞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生命机 如果你看承计摩西 就是约书雅 约书雅也是一开始 没有用这个字去形容他 一直约书雅死 才称呼他为耶和华的博人 约书雅离开了 以色列人就亂了 换句话来说 对于旧约的经文用这个字 耶和华的博人 是一个很崇高的称呼 要一个人终身服侍神 服侍到他死了 没有林美香 不会七十岁 找个儿子 失去见证 林美终身服侍人神 概观定论 好的 终身的博人 然后才有资格称他为耶和华的博人 所以下次你介绍雷经业 不要叫我做耶和华的博人 没有资格 等我死了 喪离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叫我做耶和华的博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 我想这也有一个含义在这里 你知道保罗的身份是有些 有些微妙的 因为他要罗马教会支持他 如果保罗是一批东西 你可以想象 烂迷不上病的人 那罗马教会无谓支持你 所以他要说自己也有些能力 但是你说自己有灵略 就可以很焦绩的 所以他说一方面强调他是很谦卑的角色 只不过是一个奴隸 他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 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崇高的身份 就不是因为他自己 而是因为谁去猜他来 所以来到说奉照为使徒 于是乎保罗就强调 这个博人或者奴隸要做些什么 就是做使徒 使徒这个字很有意思的 就是二十世纪初 十九世纪初 一些希腊文的研究 就告诉我 原来这个 Apostolos 希腊文使徒这个字 在当时有一种 所谓技术性的意思 使徒的意思 就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使 一个国家的大使 就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譬如住香港 香港就没有大使 香港不是一个首都 香港的领事馆的首长 譬如举个例子 有一个美国领事馆的首长 就叫领事 领事馆的领事 不知为什么喝醉了酒 撞车撞死了人 就算了 香港政府都不会抓他的 因为他有外交豁免权 所以要美国政府去处理他 大概美国政府就会调回去美国 然后怎么处理美国政府的事 为什么特使或者领事有这些特权呢 因为法理上的想法就是 这个不是单单一个人 随便一个外国人撞死了 喝醉酒撞死人 都要香港法团都可以审他 不过大使或者领事 是代表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香港无权去审美国这个国家 所以这件事就交给美国人自己处理了 你明白吗 一个领事或者一个在这里 一个使徒的意思 就是他完全代表了另一个人 所以譬如来说 假如有一天雷敬业在一个雷敬业的使徒 来到当中跟你谈话 所以你打雷敬业使徒一巴掌 你就等于打了雷敬业一巴掌 换句话来说 但是另一方面 你好好代恩代使徒 请了雷敬业的使徒吃了一项饭 你就等同请了雷敬业吃了一项饭 权威的身份 跟差距离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保罗强调他是一个奴隶 他很谦卑 不过他的身份同时很崇高 因为差距离的人是基督 差距离的人是創造天地的主 所以这个谦卑的人从事都是一个很崇高的人 所以保罗就说 因为我保罗有这样的特别的身份使命 所以罗马教会你应该接待我支持我 这个身份都让我们想到 你明不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 习义的使徒可以从习义的角度来看 可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习义的使徒 当他一个很新药的技术自然去看的话 就今天没有使徒这件事 因为合义的使徒就是指神在耶稣死了之后 兴起一批信徒领袖 他们要建立新药的教会 他们要将新药的写作 给我们一些权威性的启示 这种信徒就没有了 那一代就过去了 新药教会 但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 都是神的使徒 都是神的大使 你要相信一样东西 譬如你在A公司工作 在某间公司工作 你在某间公司读书 或者你活在某一批人当中 为什么你会在A公司工作 你应该相信一样东西 不是偶然的 不是单单因为A公司需要你 那就请你 当然人的层面就这么解释 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是因为神想透过你去祝福A公司 A公司里面还有很多人 未认识神的爱 未明白这个世界有一个恩典的神存在 他们怎么知道 就是透过你 你就是神在那间公司的大使 或者你是那间公司里面 神的间谍就可以了 你去颠覆那间公司 将神的慈哀 和公义带去那间公司里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自己的角色就不一样 譬如举个例子 你会说 就是神体 以世界的角度去看 你一间公司做事 怎知道成功 我做份工做得很好 三年升了四次职 做得很好 或者一个怎么叫做有荣耀的学生 你知道现在香港 你走过的学校 常常都挂牌 现在我也不知道 DSC怎么叫多分 三十分还是有多少分 如果你考多分 就写了你的名字 就是张小丽 就是三十分 如果你DSC不是三十分 那些学校就最好你的名字不存在 想都不讲都不讲给人 世人就会这样去看一个人的 有没有身份有没有价值 不过保罗就提醒我们 不是这么看的 譬如你是一个学生 你DSC拿三十分 不过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 同时又知道你个人 是很所谓很衰的 附近有什么好的notes 谁有好notes 你就偷了他来看 影印他 跟着只是跟成绩好的人聊天 成绩差过你的 你就免得跟人聊天 浪费你的时间 一切的东西都要读得好 功利主义什么都要靠成功 有价值的 跟你交朋友没有价值的 就扔到一边 于是人就会说 做基督徒是很虚异的 你看张小丽就是这样的人 DSC就有考三十分 不过一点爱心都没有 从世人和学校来看 你可以很成功 你的名字分了 不过从基督徒和信仰的角度来看 你很失败 这个大事是一个失败的大事 那些人看到你 原来耶稣是这样的 信仰是一回这样的事 公司也是 四年升五次职 不过那些人都知道你是不择手段 你是一个还比所谓狼鹰更加狼的 张大游狼章 比那个姓梁更狼的 这样的时候 从世人的角度来看 你可能很成功 不过从福音的角度来看 你会失败的 因为世人见不到神的爱 所以这个特使呢 就不是指 一定要你 不是叫你去到公司 是人都抓住他 说灵的四个乐 这样 于是全公司的人都说过灵的四个乐 成功了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你在你的生命之中 你是不是能够表达到那份神的爱 以神的爱去关心人 以神的谦卑 基督不以神的形象为强奪 神的谦卑 活在你周围的人当中 你见不见 人家见不见到你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呢 那这个就成为你 是不是做不做到基督的大事 这个才是决定你的所谓你的价值 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好了 于是乎 时间有限跳到十六节 那我们就开始明白这件事 我不以福音为止 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教一切相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奇怪 为什么保留说我不以福音为止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有一天你在公司工作 跟着冯牧师走来探你 跟着你介绍一下冯牧师给你的同事 这个就是冯牧师 我去这个教会的牧师 我坦白跟你说 我不会觉得冯牧师是我的牧师 是一件羞恥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想象 你这样跟人介绍一下冯牧师的时候 你的同事立刻就会想 此地无云三百两 就是为什么你说 你不会以你的牧师为羞恥 到底你的牧师做了什么 你要这样介绍他 于是他就会立刻google一下奉建 他到底是否做了什么丑闻的事 所以你要这样去介绍他的名字呢 所以宝来为什么会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呢 你就要明白 就是罗马的社会 跟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一样是一个荣辱的文化社会 什么叫荣辱文化 你听中国人说话都知道 家口不出外传 所以你做了一些坏事都不是最坏 最坏的部分 你做了一些坏事 跟着被人知道了 哇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譬如你知道有时候中文教会处理的东西 就是A教会的B执事犯了奸淫 B执事犯了奸淫都不是最坏 最坏的就是B执事犯奸淫传出去 被苹果日报登了出来 A教会那么有钱 B执事原来做了什么坏事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处理这些所谓的纪律的东西 A教会的主任牧师就会静静地听B执事来说 B执事多谢你对教会的贡献 不过你犯了奸淫祸 我们教会实在为了不免尴尬 麻烦你静静地离开转去施教会 我写了一封转会信给你 在信封里面 大家合作大家会做 通常大家都会做 中国人都是这种荣辱文化 保罗就一直强调 他是一个犹太人 你记住犹太人 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跟着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所谓的领袖 基督教你记住当时是一个逗允那么小的宗教 一个逗允那么小的地方 一个逗允那么小的宗教的一个领袖仔 走到现在来罗马这个世界之都 你可以想象你写封信给曾俊华 或者写给林郑也好 我想见你 为什么想见你这个特选候选人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想告诉你们作为香港特首 要如何活出神的真理 你写封信给林郑或者曾俊华 我想他们大概都不会理你了 痴痴理善 这个世界的人来看你们有什么特别 但保罗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 不是政治领袖 不是对这个世界最需要的 就是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世界 让世界的人能够明白神福音的大能 原来这个福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 政客去完一个又一个 就是换来换去 当然很威衰的人 你什么都不知道 阿历山大有谁 你知道他做了多少 当年最威衰的政治领袖都过去了 唯有神的福音的大能 一路是世世代代一路传下去 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所以能够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此 这个浮勇宗教的宗教领袖 他看自己的重要性 不是按着世人的眼光看 按着神的角度看 记住你和我都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让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以福音为此 而是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能够和人分享到福音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荣耀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成功 我们就要赢在福音上 我们低谈祷告 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我们活着 不是要争取世人那些的成败 我们活着是要让世人在我们身上 见到福音的大能 祝福我们 以至于我们真是每个人在我们的刚位上 能够为你去发光 成为你福音的大事 这样去补手祝福我们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基督明 终一这样做补吗 精神有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